班農呢 現在他之前被講說 是顛覆中國大陸政權嘛 那跟剛剛的新疆是不是也有點像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民主的基石是法治嘛 所以今天不是在講班農一個人 那台灣的觀眾朋友 可能要稍微多了解一點 譬如說以前在 立法院的那些調查委員會 或者是我們在立法院 立法通過的真調會呢 你傳一個人來 他不來 我們沒有適當的工具 因為我們沒有司法權 或者是準司法權 台灣的立法院沒有 可是美國的國會是有的 所以當你被Suppena 你被傳喚的時候 你有義務要去作證 你有義務要接受調查 而班農呢 剛才他說他可以不用去 所以顯然呢 他就違背了 民主的基石是法治 如果大家都可以說 我高興遵守就遵守 我不遵守就不遵守 而法治中間很重要的一點是 人民跟國家的關係是受憲法保護 而行政 立法或司法的正當職權的行使呢 也是受到憲法的保護 並且他中間會有權力的分立以制衡 這是一個整個就是憲政法制的基本體系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認為 班農這件事情很有意思 因為大家記得在眾議院要決定 彈劾川普的時候只有7位跑票 那在班農這件事件上呢 是有9票的共和黨人 加入了民主黨的220人 那他們為什麼要做呢 其實這個數字其實還算是低了 因為以前任何一個人 如果做這樣的事情 去面對了國會的調查 可以說我不高興我不去 這些人呢是一定會被 再用藐視國會直接就送去 就被移送法辦 那移送法辦當然還要看這個 司法這個branch 司法這個部門他會怎麼去處理 檢察官會如何的去起訴他 但是如果任何的人沒有法治的基石 那麼美國的民主 第一他的投票選舉的公正性 已經被他的前總統 整個的漠視跟推翻了 就是川普到今天不認為 他在這個去年的選舉是輸的 而且在過程中從選完以後 每一個可能可以去抗爭的場域 他都用各種各樣的動員的力量 甚至到了1月6號 還希望能夠由副總統 不接受人民選擇的結果的票數 去讓他可以繼續留在總統的位置 這種非常荒腔走板的 這個民主一人一票選中的事情 已經讓大家看到 美國民主選舉制度中間的困難 那如果像班農這樣的情況 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話 那就是美國民主的法治 就是三點水這個字 法治的基石呢 是不斷地被川普及他的 過去的這些同僚在敲打 所以他其實不是個小事是個大事 那麼如果我們今天再看 再到處要去宣揚美式民主的 現在的拜登 他其實是在一個非常進退兩難 或是騎虎南下的狀況 因為他所站在的這個民主法治的制度 在底下是由川普跟他的前盟友 包括了班農 還有現在你說的納瓦羅 他們一起要去顛覆中國政府 在這底下呢不斷地在敲打這個基礎 同時他們所做的國際上面的事物也沒有少 前面有說包括對於這一次的冬奧 還有前段日子在人權討論的時候 全世界各地在10月1號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抗爭 都是由新中國聯邦這個運動的人發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國一邊在告訴別人說 民主法治這是一個最好的制度 事實上福山就認為它是一個終極式的制度 是最好的 經過了不斷演進以後最好的制度 但是他這個基礎在國內不斷地被敲打 這個最後的基石不斷地被這個 不斷地被掏空 掏空對 我剛剛就想不起這個字 就不斷地被掏空 而且他更在國際上面 不斷地去支持這些顛覆其他國家的 這些顛覆其他的政府跟政權的勢力 那這樣的民主到底是不是 我們應該要去仔細去效法 我放在引號裡面 因為他馬上就要開這個民主高峰會嘛 是不是一個值得去倡議跟值得效法的呢 拜登今天的體系不足其實不只是這些而已 其實我都說美是民主嘛 但是你在全世界來講的話 真的是所謂的民主呢 就是最好的一個典範嗎 剛剛說呢就凸顯出這一些 有一些民主的一些缺陷 另外呢其實比較尷尬的是 有一個最新的皮尤民調 他就發現說如果這麼多的國家 17個經濟體 針對於自己國家的體制呢 他有做一些調查 譬如說呢就發現說有6個國家 對民主運作的方式 滿意度最低的6個國家我們看看 第一個最低的是希臘 希臘呢低到只有多少 31 再來義大利呢 只有滿意度只有來到了34 西班牙35 日本是倒數第4名的 日本也只有38而已 美國也很低41 台灣也很低啊 台灣我看是57 最高的是誰 是新加坡啊 所以呢你講的民主這個東西 你自己國家這些民主體制的國家 都不滿意 認為這個民主呢 其實覺得說感到不滿意的 那你說到民主 言論自由是不是民主 應該是吧 我覺得他的用詞是不對的啦 OK 這個Pew不是研究政治科學的啦 政治科學不會直接用Democracy 問這個問題 應該是問他的治理能力啦 治理能力跟民主 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啊 當然 比如說以前哈佛大學有出了一本書啊 他說為什麼現在的人民不信任政府 這個才是在問核心問題啦 就是government出了什麼問題 那新加坡的治理 當然比美國要好啊 這個大家都知道啊 可是他的民主自由的程度 當然沒有美國自由嘛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他用這個詞非常混淆啊 他不應該用Democracy這個字啦 是 那我補充一下剛剛倩姐講的那個 事實上班農他是在國會遞出傳 而且有9個共和黨倒戈耶 對啊 那要求他去國會要作證 然後他拒絕去嘛 所以才會用藐視國會 那目前已經送到司法部 那藐視國會在美國是刑事罪啊 他說最高可以判一年徒刑 然後要罰10萬美元 我認為拜登一定會讓這個案子走到底啦 你如果連這個都不能走到底 那你怎麼去統治啊 而且他已經一送了 你怎麼治疑美國 現在已經在司法部手上了 對他已經一送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應該會有一個結果啦 是 這個班農這東西被凸顯出 就是說你藐視所謂的民主嘛 那另外呢這個所謂的民主 剛剛想問一下大使 因為呢川普啊 他就是言論被禁止啦 結果他成立一些平台嘛 然後呢他這個話也蠻有趣 他說塔利班人在推特上活躍 你喜愛的美國總統被消音啦 所以呢他說他自己要成立這個相關的平台 另外呢講到說所謂的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政治力不要去干預啊 這個體育賽事 但是呢剛剛倩姐有講盧比歐嘛 竟然說要抵制呢北京的冬奧 二月登場 還說要禁止中國大陸人參賽 嗯 盧比歐是個狂人 我們待會再講他 那就是說這個 這個democracy 這個民主 我覺得中文翻錯了 應該就是叫democracy 不要給他翻成民主 因為民主是政治的目的 民主喔 中國的這個傳統這個 這個孟子很早就講 名為貴均文期 設計赤字嘛 對就是人民為主嘛 可是democracy在英文裡面意思呢 它是一種統治的方式 治理的方式的一種 那它的內涵是用選舉的方式 來決定國家由誰來治理 這就是democracy的意義啊 它跟民主 我們後來中文把它翻成民主 是把它的 把一種理想的內涵 加在這種治理模式上去 其實是最大的錯誤 因為照亞里斯多 為什麼希臘把它評價最低你知道 他自己評價最低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亞里斯多德是希臘的這個骨折人啊 有中國的孔子的地位 亞里斯多德他有一本 他講到政治他有一個政體分類 政體分類分類很多種 因為希臘是一個城邦國家 很多不同的 對 有這種斯巴達這種鐵血的 也有這個雅典的這種democracy 可是亞里斯多德對democracy評價很低 為什麼 他用四個字 庸人政治 就是你選出來的不是最好的 那這些政體還有什麼 還有君主的 還有這種寡頭的 還有什麼這種或者無政府的 都是一種治理的模式 那他最喜歡的是什麼 這個亞里斯多德最好 叫哲學家皇帝 當然哲學家皇帝的這個治理的國家 是他認為最好的 那這民主在他評價很低 所以我剛剛看到希臘把這個民主 就是說democracy評的這麼低 真的是有他們的歷史傳統 那可是就是說 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政治的目的是什麼 今天你講治理模式 我們只能來評估這個治理模式 包括democracy 包括這個 totalitarian 包括這個philosopher king 包括這個oligarchy 這些一大堆的 那你進來評價 那你今天就好 他在哪些方面表現得好 他就好 那就會變成你政治 你治理模式就是達到政治的目的 你的政治目的是什麼 政治目的很簡單 就是帶給人民安全 你要能保護你的人民 這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 也就是國家存在的意義 很重要的一個安全 第二個呢 你要能夠和諧 不要內部一天到晚 本來沒事 無事此地 本來是 庸人至老之 一來給你搞一個 自己內部搞一些動亂 然後讓這些政客 來在裡面從中取力 這也是不好的 那第三個 他希望是什麼 他是一種富裕 你這種政治目的 要帶給人民一種 美好的生活 要帶來富裕 第四個 你還要給人民帶來什麼 這個政好 要給人民希望 對不對 說消極點是免於恐懼 免於什麼 可是回過台正面 你應該帶給人民希望 你再講 你給人民有很大的尊嚴感 你有這個 有自由 這些都是政治的目的 可是你有他的順序 我認為有安全 有和諧 有富裕 自然他就有希望 他就有尊嚴 他就有自由自信 對 這是政治的目的 那你現在看看我們這個世界上 美國人一天 一天再講他的democracy 他有帶給他人民安全嗎 對不對 他的老百姓 天天被徵兵出去打仗 他內部和諧嗎 他現在經濟 還能夠給他老百姓 很好的生活嗎 他可以帶給他的下一代 很多的希望嗎 對不對 他有足夠的自由嗎 他有尊嚴嗎 那我們今天講 美國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當然我們談了很多美國 可是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這一次的國會大暴動的例子 這裡面有一個人物 美國人一直要談 像川普他們這些 一直要談這位人 可是呢 美國的媒體一直壓 不然他這個名字冒出來 這個名字叫 Ashley Barbet 這一位女士 就是在進攻國會的時候 他沒有他全身沒有任何武器 可是就要跳過那個窗子的時候 裡面射了一個子彈 把他當場擊斃 他就當場上命 在眾目睽睽之下當場上命 結果這個案子在美國很具爭議 我覺得還會去討論下去 那最近把他殺死的警衛出來講話 他給他自己一個辯解 他說 我 救了不計其數的人 也就是說我不殺他的話 有很多人會被殺 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有人替這個警衛講話 這個警衛就說 I save countless lives 我救了不計其數的人 意思是我殺了Sissy 我Ashley Barbet 我救了很多人 這是一個假設 你不殺他 搞不好也不會有很多人被殺 對不對 問題他就這樣講 那我講到一個 要講一個德國的例子 德國當時統一以後 把東德一個警衛抓起來 這個警衛當時 年輕的時候在做警衛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要翻越柏林圍牆 去投奔自由 那個時候 我們這邊講投奔要逃命 結果他開槍打死了一個 要翻越圍牆的人 結果後來被翻出來 那同意以後 希德的法庭就起訴他 結果他被判三年半 那人家說他在執行業務 他在執行公務 他是一個軍人 他照他的上面的意義 結果這個法官說了一句話 他說你槍口應該再往上描一公分 這是人應該有的良知 所以你沒有良知 所以我就判你三年半 那我們今天回過頭來 美國今天這個警衛 是不是應該判三年半 他已經沒事了 他已經沒事了 也就是說美國這個社會 現在亂得不得了 國會警衛可以隨便開槍嗎 你今天在東西德是兩個國家之間的邊界 你警衛都不能殺人 那美國警衛可以公然殺人 回過頭來 美國警察一年打死多少人 那今天打這個國會的這個問題的話 我今天如果站在 我今天在共和黨的立場的話 我如果狠一點 我就站在共和黨立場 我說你美國 應該提示 Ashley Barber給他一個正義 他是美國做了14年的空軍的一個下士 參加過這個伊拉克敘利亞兩次戰爭 是一個對美國非常忠誠的人 他為了表達他的意見 美國有百分之百的意見自由 為什麼他去表達他的意見的時候 居然被一個警衛 在他赤手空拳之下 把他一槍斃命 而不會往上瞄一公里 發揮他的良知 至少保他一條命 對 這是什麼制度呢 這美國的制度 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把它提到聯合國去討論 誰說美國的 美國這個democracy 就是今天最好 所以美國這只是一個例子 美國的警察 在當時也在美國國會 對美國的退伍軍人拍槍 那你今天別的國家 有任何內部動亂的時候 別人的政府不能做任何的事 你今天去講新疆 說你他強迫同化 那我想請問一下 在美國你的教育 在教育的時候 有沒有安排其他語言的教育 對不對 你對其他所有今天到美國的 其他族裔的 不是美國這個安格爾薩克森文化的 這種背景的人 你給他選擇過嗎 這個不是種族 這不是種族滅絕 這是什麼 因為他現在美國人 這些法律專家 種族滅絕 是因為你對他的文化不尊重 你會看到他的文化語言會消失 那美國這個國家 讓多少文化跟語言 在美利堅共和國這個土地上消失 包括他美國最本土的原住民的文化 現在還剩下多少 還剩下多少語言 你如果今天你跑到美國的 這個華盛頓DC的 印第安博物館 他有一張圖 他說每一個燈 每一天會亮掉幾個燈 就暗掉幾個燈 就美國的地圖上面有很多燈 暗掉一個 就暗掉一個燈就表示 一個語言跟一個文化跟一個族群 又在這個美國的國土消失了 這不是種族滅絕是什麼 美國到現在還不曉得去保護 他的原住民 跟其他移民 尊重其他移民的文化 所代表的文化跟他的歷史傳統 足以至傲的 他還在不斷的消滅 美國的這個國家 才是每天在實行種族滅絕 然後你說他這個Democracy 他把它神聖化 你美國可以神聖化 我們不要上他的道 我們要知道政治的目的 你民族只是一種治理的方式而已 亞歷斯多德想的最好的是 哲學家皇帝 人家有更清楚更好的制度 不過我自己認為是 能夠符合自己文化歷史傳統 能夠替你這個社會國家 帶來實際效益的 這種治理模式就是最好的 你今天要把美國這套東西 打到全世界去當一個標準的話 美國式的就是 美國是什麼 就是選舉 你去選舉看看 這個中南美中 每一個國家的憲法 都是抄美國的 很多國家抄得跟美國一樣 搞下來以後是什麼 有的國家本來很好的 搞成一囤亂 所以美國問題就是說 他今天明明知道 你要實行我美國這一套的話 你這個社會馬上怎麼樣 對立 動亂 然後呢 自己就打起來了 可是呢 他就偏偏要講他的最好 一定要你接受他那一套 他是不安好心啊 你以為他真正想推動他 美國多了不起的 這個政治制度嗎 他知道這個政治 一加到你這個國家 你這個國家 立刻就分成兩派人 然後就互鬥到現在 現在就跟美國一樣 自己實行了兩百多年的制度 現在拜登跟川普 一個人說他是怎麼樣 一個人川普就講得很清楚 我的政權就被你偷走的 意思就是說 現在美國這位總統 是一個偷別人政權的人 這種制度好嗎 他自己都走入到一個 非常困難的一個境地 美國現在 經濟看得到未來嗎 對不對 社會有更和諧嗎 老百姓有更多的希望嗎 現在美國人現在見到拜登 每次都要講一句話 什麼 I am Brandon Brandon還是什麼 這美國最近 昨天的這個 前兩天的Washington Times 他說 美國現在對於政治人物的 這種批評 已經接近 已經用最粗俗的方式 現在拜登每一次走出去 在很多公眾場所 下面人用三字經罵他 是 而且舉著牌子 直接寫最粗俗最直接的 還罵他 一個社會搞成這樣 美國人我不曉得 對他的體制 還有這麼多的自信 還是知道這個體制搞不好 一定要輸出給別國 把別的國家也搞亂 開箱 啊 可以 幫你